亚锦赛即将开打 但不仅是球员积极备战中 是周边的商家也抢搭这一波商机 就饭店推出大巨蛋住房专案 让民众可以跟亚锦赛球员住同家饭店 同时吃到两颗的巨蛋造型汉堡 拉开窗帘放眼望去 就是台北大巨蛋 众所瞩目的亚锦赛即将在12月3号开打 不止球员努力备战 附近饭店也得动起来 因为大巨蛋落成后商机无限大 除了有大巨蛋的辽阔视野 还有这个巨蛋形状的汉堡 让你可以在饭店一边享用美食 一边欣赏美景 满满一大块东坡肉酥皮包覆 配上红姜丝 搭上生菜美乃滋应景又对位 一旁还有超级卡哇伊的棒球 应援小物通通传伯伯 和中华队成员入住同一间饭店不是梦 因应这个亚锦赛的部分 住房率其实都是客满的 因为除了就是台湾的民众 非常的热烈之外 包含就是旅行社的部分 我们也接收到了 就是海外的旅客组团 要来看亚锦赛 知名饭店搭上亚锦赛热潮 推出巨蛋住房专案 一碗四千九百九十九元 附赠两颗巨蛋汉堡 和北街二十四小时票两张 而且凭亚锦赛票根 还能享有饭店餐厅 八八折优惠 全民封亚锦 不只得住好好 也得吃饱饱 粉嫩舒肥牛排 煎得滋滋作响 在用喷枪大火炙烧 吸附满满的油脂香气 飘出阵阵焦香味 大巨蛋周边餐厅 也抢亚锦赛商机 只要凭票根 所有套餐 通通折底一百元 现在是大巨蛋的票根 进来店里消费的话 是折底一百块 莱克的跟去年比较的话 差蛮多的 大概两三倍这样 但了三十二年的大巨蛋 总算迎来开幕 不只棒球迷兴奋 附近商圈也乐开怀 记者何仁凯 张正言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